美国凭借两次世界大战的沉淀 为日后的崛起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不仅坐拥大量的黄金 同时也将美元推上了全球货币体系的龙头位置 再加上从德国带走大量的科学家 大幅提升了本国的科技实力 这也是为何美国能够成为全球第一个拥有五代隐身战机 和五代舰载机国家的原因所在 然而随着中国两国的实力不断提升 让美国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尤其是随着中国两国五代机相继问世之后 让这个所谓的头号强国属实有点坐不住了 对此美国为了确保本国空军处于不败之地 多年来进行了大量的空中模拟对抗 根据了解 曾经在2015年美国以F35和模拟歼10的F16进行对抗 最终却以F35惨败结束 要知道歼10作为中国研发的轻型多功能 超音速全天候第四代战机 该战机的最高飞行速度大约在2.2马赫左右 最大航程大约在1600公里左右 作战半径大约在550公里 此外 歼10还拥有11个导弹外挂点 能够挂载霹雳系列导弹 鹰机系列等等 而且还能搭载我国最先进的有缘相控阵类达 同时能够对10个目标进行跟踪 虽然F35作为美国会下的五代隐身战机 拥有极强的隐身能力和极为先进的航列系统 但是曾经也被爆出拥有上百个缺陷 其中就包括隐身猛疲会脱落 此外 美国军方曾经也模拟F15 F16 与夹向敌歼11对抗的训练 可以说美军此举完全是朝着知己知彼的方向去发展 然而歼11无论是在雷达追踪目标的数量 还是加速时间上并不比F16差 值得关注的是 美国多年来的模拟对抗却遭到外界的指责 甚至认为该国所谓的对抗十分的落后 毕竟除了美国进行模拟对抗 我国多年来也进行大量的模拟对抗 其中以剑10A充当敌机 而剑11和苏27则是我方敌机 并且在观念上要比美国强很多 这也是为何外界并不看好美国所谓的模拟对抗的原因所在 而且这也是为何模拟对抗的结果不理想的原因 通过以上描述能够看得出来 如今很多国家都在进行模拟对抗 为的就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再加上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之后 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 因此让很多发达国家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这也是为何多年来 美国军方不断进行模拟对抗的原因所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